在全球稀土产业内,中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,这种情况令西方国家耿耿于怀。 当越南宣布重启稀土项目,试图挑战中国的稀土霸主地位时,西方国家不但拍手较好,而且踊跃投资。 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,美国此时却吃了闭门羹,遭到了越方的拒绝,这又是为什么呢? 据英国路透社的报道,多名投资者、分析师、官员等业内人士对外界透露,越南政府计划明年重启该国最大的稀土矿,以及其他矿山,希望可以借助西方的力量,挑战中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。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,纷纷对此表示欢迎。 打破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垄断地位,是西方长期以来,想做但一直做不到的事情。 现在有了越南的助力,稀土行业的格局,或许将发生重大变化。 此次重启的稀土矿山名叫东宝矿,储量十分丰富,越南政府制定了到2030年,每年生产6万吨稀土氧化物的目标,可让越南这个全球稀土矿藏第二的国家,获取丰厚的收益。 在前不久,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核内期间,双方就确立了合作关系。 美方愿意提供资金和技术,帮助越南绘制资源地图,进一步挖掘矿产资源潜力。 澳大利亚百事通矿业公司表示,将在今年年底的竞标活动中,争取至少获得东宝矿一个矿区的开采权,并计划为此投资1亿美元。 同时,澳大利亚方面已经开始与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进行谈判,讨论如何建立合作关系。 此外,越南VTRE稀土公司也志在必得。 是要抓住机会,在西方计划重塑稀土产业链的节点时刻,为越南赢得更多先机。 美国方面自然也不会干居人后,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,刚刚升级了与越南的关系,美国稀土资本却被拒之门外。 美国商会和内分会会长罗克霍尔德透露,美国最近有一项涉及越南稀土的投资计划,遭遇了失败。 这使得白宫方面企图利用越南丰富的稀土资源,在该领域内站稳脚跟的计划变成了泡影。 这种情况反映出,越南方面在开发稀土资源的计划里,有自己的打算。 甚至可以认为,发生这种情况,可能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访华过程中,对中方做出的承诺有关。 当然了,这只是一种推测,不过西方媒体也认为,虽然越南拥有丰富的稀土矿藏,但是想取代中国的主导地位,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。 首先是成本问题。 路透社认为,由于越南方面基础设施相对落后,与中国相比,开采成本必然偏高,如何说服客户接受越南稀土产品的溢价,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。 其次是技术问题。 稀土产品想要达到实用水平,需要相当高超的冶炼分离技术,而这些关键技术,目前都掌握在中国手中。 导致全球的稀土矿石被开采出来之后,都要送到中国来进行提纯和分离,连美国也不能例外。 这一整套的稀土冶炼分离的技术和设备,就成为中国控制全球稀土产业链的关键。 西方专家估算,若要重新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稀土产业链,至少需要投资250亿美元,而且要耗费8到10年时间,才能出具规模。 这对于一切向利益看齐的西方矿产公司而言,是一个绝对不愿意触碰的进去。 所以,就算越南重启稀土矿的项目能够顺利进行,也要把矿石送到中国进行深加工,才能成为西方科技企业所必须的稀土金属制品。 最终的结果,不是越南取代中国的地位,而是变成中国稀土产业链的底层环节。 这恐怕就是中国稀土战略的高明之处。 美印合伙坑中国,欲将中国高端产业掏空,美国毫不霸道。 在印度禁止进口电脑、服务器等PC产品后,美国第一时间向莫迪政府提出了抗议。 路透社报道,受美国影响,印度终于推迟了对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进口限制令。 印度规定从11月1日起,印度进口商只需登陆一种名为进口管理的系统,将需要进口的产品目录输入其中,就可取得官方颁布的许可。 和之前一刀切的禁令相比较,印度政府的新举措增加了弹性,减少了印度本土商和国外厂商的摩擦,方便了广大的消费者。 不要认为印度就此服软,恰恰相反,这种用市场换投资,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为印度带来了显著的政治和经济收益。 举个例子,美光科技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巴,25亿美元的投资已经落地,美国公司计划于2024年年底产出首批5-6G芯片。 不仅如此,美光科技还将协议众合作伙伴,继续深耕印度市场,在印度打造全系芯片,半导体生产链条。 看到了吧,莫迪政府的一刀切禁令只是为了促使资本回归,促进本土高新企业快速发展,其或从未想着和世界先进技术和专利脱钩锻炼。 不知那些一再看空印度发展的好事者将作何感想,至少印度并未如我们想象中的迂腐不可救药。 有网友可能说了,离开印度市场,包括中国联想在内的PC厂商仍能够正常发展。 关键是,世界进入了整体性萧条期,在存量经济发展时代,为了保证生存能力,生产商就必须寻找新的市场份额,而印度无疑成为了投资者的香菠菠。 据悉,仅今年4月至6月,印度就进口了约197亿美元的PC产品,同比增长了6.25%。 按照印度市场销售额排名,分别为惠普、联想、戴尔、鸿基和华硕。 中国品牌总计占据印度个人电脑市场约34.6%的份额。 问题也随之而来,鉴于中国产品在印度市场的主导优势,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莫迪政府不断推出的进口限制措施? 对此简单地谈几点看法吧。 其一,印度固然对外企抱有天然的戒心,但由于PC产品的复杂性,印度短期根本不具备自我生产能力,因此其还将持续对外国产品依赖。 这种情况下,联想等中企或得想方设法维护好自己在印度的销售渠道。 尽管受中印交恶的缘故,中企很难在印度市场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,但我们仍然相信,办法远比困难多。 如果中企确实在印度无法生存的话,倒不如只做简单的出口贸易为好。 总的思想只有一个,虚杜绝小米、OPPO、Vivo等中企被印度政府驱逐殆尽的悲剧,将风险降到最低,让收益最大化。 其二,印度后来居上,在很多领域和中国形成竞争关系。 要知道,美印达成了战略伙伴关系。 受美印交好影响,苹果、三星等业内巨头正将生产链从中国市场转移,估计时间不会太久,中国某些高端企业可能被掏空。 取而代之的是,中国只被美国及其盟友视为廉价电子产品的倾销地。 反观印度,则成为了电脑、处理器等PC产品的主要产地。 印度具备了和中国在同领域的竞争优势。 误小去了印度,误认为印度只会生产牛粪和咖喱,iPhone15在印度正式产出,标志着印度的经济和工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 其三,华为和苹果等公司或只能各玩各的。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,美国一方面对中国实施技术、投资和专利管制,另一方面却一再要求中国放开消费市场。 这说明外资短期根本无法离开中国市场。 所谓的中美脱钩锻炼只是华盛顿一帮鹰派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。 想要让印度取代中国,成为新世界工厂,估计得经历很长的时间跨度,就问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扶持印度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一级。 若只是为了抗衡中国而将印度作为替代对象,那么对不起,美国的计划可能落空。 以印度人急功近利,好大喜功的性格,估计亦有了成绩,马上会翻脸不认人。 关于这点包、阔福特、三菱在内的外企都曾有过切身感受。 华为可以取代苹果,这点我们不用过多怀疑。 当Mate60搭载海斯的麒麟芯片,就预示着苹果、高通、阿斯麦一家独大的时代成为了过去。 风要走,云怎么挽留? 印度和美国合伙起来坑中国,就让他们自己玩就是了,中国只需做好自己。